親愛的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億萬大贏家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黃世民 為你做現場 那麼今天在美國股市 我們休下了這個兩天開市 這個都大漲 那麼台股也相對的 以一點高開出來 一高壓力盤 買盤其實震盪左高 買盤再尾盤 那麼整個行情 這跟我們預估得很接近 也就是說一開盤就1471 把這個14623的這個跳空切口 全部回補 那麼這個跳空切口回補 我在上個禮拜有告訴你 這裡有一個跳空切口 一定要回補 那麼三天之內把它回補起來 哇 太棒了 這個叫做封閉切口 那麼這樣就要挑戰季線 挑戰季線15000點 這個季線應該會過 我在上個禮拜就跟你講 會來挑戰季線 那麼這裡有兩個重點 有一個地緣政治的干擾 就是所謂的驚傳 這個俄羅斯政變 這個普京被限制 那麼另外就是9月14號的本週 那麼在美國這個台灣政策法要進行審查 那麼參議院應該會通過 因為本來參議院都是挺台灣 這個台灣政策法將會帶來一些比較麻煩的 這個對岸的動作 可能比裴洛西還厲害 因為這個影響很大 把在台灣這個台北半支出改成台灣半支出 另外也揮北約盟國的一個實質的主權 可以的認定 那麼揮北約盟國的話 那麼假如台灣有發生任何戰事的話 包括美國 日本都要來參與 保護台灣 這個關於台灣政策法 在本週的9月14號 勢必會影響到 這個我們是要觀察的 關注的地方 但是就今天來講 這個應該挑戰業縣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當然也要看到美國股市 今天晚上的表現 那麼我們看領頭羊就是貴買這邊 也是直系的上漲 領頭羊應該會創新高 那麼你現在來講 你做期貨的話很簡單 我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告訴你什麼 上個禮拜五我告訴你 9月8號的時候 如空歡多了 下午的4點 上午的4點15分就如空歡多了 有沒有 這如空歡多你就要做多單 本來在這個9月6號的時候是做空 在14600點以上做空 下來全部14300點附近 全部回補然後還手做通 做多上來 現在賺了311點 這個數字會說話 一點都不假 你有我這個軟體是這樣做的話是大賺 目前是大賺 那我們再回頭來看一分鐘線圖的話 一分鐘線圖的話 今天來講開盤不久 他會先做空一下 拉高他會先做空 那我基本上 因為他拉高一定要先做空 那我基本上我另外會帶會員 因為你今天跳高那麼多 你要等空的話要等一段時間 我就先告訴他們14735 附近做多14800把它平仓 你做這麼一段就好 急殺找買點 因為你這個是警佐多了 急殺找買點上來再出掉 這一樣的道理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急殺找買點 上去再把它出掉就OK了 你這裡開一點高 一點高的話 你基本上一點高他供不上去 打下來這裡來做一個買點 上去再丟給他 那現在是空手 那我的軟體裡面是空單 這個是短線的軟體是空單 這也很正確啦 也很正確 那因為我也另外 所以說我有這個波段單 短單還有我自帶的單 因為今天你開這麼高 你去空有危險 你怎麼空 那基本上是先多再空 用這種模式 那麼我認為說 在這個期貨的操作上 就是大賺小賠 你假如做波段單 一賺就300多點 一口單賺6萬塊 你聽人家賺幾點幾點 那個都不實在 我這個實實在在你看 多空非常的清楚 一點都不含糊 該空就空 該多就多 一點都不含糊 這個空下來賺300點 這個多上去就賺300點 這樣兩天就賺600多點了 這個叫做什麼 神乎其計 股市的自勝之道在大賺小賠 不是穩賺不賠 這個其貨也一樣 你要賺大賠小那還好 你不要賺賠大賺小 那你就麻煩大了 就麻煩大了 其實股票的操作也一樣 股票操作就是有一個最高的境界 就是說你要做一檔股票 你把它認識很熟的話 你可以隨心手意的進出 就是核心值股來回操作 像我們加登對不對 在上個禮拜四的時候 漲停版 我們是在禮拜三的時候買 252塊VIP買進 上漲停版 那麼前波段從209塊開始 一路的做上來 今天直系的368年直系的上漲 直系的上漲到299到300塊附近 呈現一個賣壓 這個賣壓不算賣壓 你看我老早就跟大家講過了 這個不是問題 這個不是高點 因為它發行CP 包括投信沿路的大賣 最主要這一次 你看這邊出大量 就是投信的大賣 投信的大賣 表示它的業績不得了 包括它八月分手公佈的是倍數成早 以至於在上個禮拜四的時候 這個可以說是用冠三斤 拉到漲停版 我在這個時候就告訴你 就是7月7號的時候 我跟你講 這個2023年底花公私債 你就要注意這一檔股票 這個我在什麼時候買金呢 他在禮拜四的時候公告一個大利多 他在禮拜四的時候公告一個大利多 夜營收倍翻 增翻倍 第三季表現可期 在7月11號 7月21號就209塊 沿路告訴你到現在 每天一腳步 一步一腳印的告訴你這一檔股票 在208到209買進的股票 一度的細爆 該買我就買 該賣我就賣 你這種股票如果能夠 做到我這種境界的話 你在股票市場真的是大賺 你看209是在這邊 我確定做平台整理完以後 這個就是頭肩底 頭肩底完成以後往上做噴出 先拉先賣一趟買兩次 236 212再拉一次285賣掉 下來257 267.5買進 上去291.5賣出 下來再接回來 是到現在 這樣叫做核心子股來回操作 每一步一腳印我都告訴你 我在這邊都沿路的告訴你 整理完會噴 會噴 等待花洞有沒有 當天版在7月27號 等待花洞的7月27號 你看在這邊 就是這個叫7月27號 等待花洞 我在這邊就已經看出來 等待花洞 沿路的上來 一樣的道理就是這樣子 我們AI鏡頭腦也顯示 這一檔非常地 這一檔也是購標的 購標的一檔股票 所以像我這個AI鏡頭腦 我們把它秀一下 今天來講9月12號 表示的強制股有寶依 還有這個核心控 這些都是強制股 核心控9月8號 叫買進的核心控 那我們來看我們的加登 來3680 來我們來看一下加登 加登基本上 在這一波下跌的時候 空下去對不對 然後再上來 這才厲害 那你看紅買立賣 這邊就開始叫買進 所以我也是 在這個一樣的這樣操作 可以說這樣很穩紮穩打的操作 這樣子可以賺很多錢 真的可以賺很多錢 你就根據我這個操作 你把它拉出來以後 根據我這個操作就OK了 我們來看一下 一小時線 你看一小時線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加登所顯現出來的 就是在 我就是看一小時線在這邊 209塊買進到現在 當然中間有一個高賣低接 高賣低接 它很清楚 這個清清楚楚 所以你用這個線來做 就可以賺到錢 我加登沿路的這樣做上來 那麼這個都是可以驗證的 止股細胞給大家看 驗證的 所以我買的股票 都是每天講這些股票給大家聽 或許你說老實 你常在說這麼高賣 這才叫做真的 因為股票市場陷阱很多 你所看的未必是真的 我所講究的是誠信 我講究的是紀律 我講究的是商業 就是所謂的農業 你看我們這個齊宏也是啊 齊宏也是這樣子操作啊 我今年的1月18號做這一檔股票 3017 我這一檔股票沿路的做上來 對不對 9月1月18號做上來 低買高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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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賺100多% 現在又在103又買回來 現在目前是112.5 快最高到114 先天息再說 天息是113 今天是不是最高114 它是貼息的 它出息以後是貼息的 我說拉回找買點 這個貼息 你看拉回找買點 對不對 9月7號到了到了到了 這一天就是緩彈了 開始要緩彈了 到的時候它就會緩彈上去 113.5 103.5 它就會上去了 現在投資朋友買股票又就要像我們這樣 一檔一檔的 你不要買太多 你們一般投資朋友都買二三十檔 我知道 都買很多股票啦 我都知道 那我們很簡單 像我這個疫情 9802 179.5 買的 188.5賣掉 186.5再把它買回來 現在直際抱有 9802 對不對 現在最高到199.5 有沒有看到 再創新高 這裡你懂得買 盤整 看會下來先買一趟 下來再把它結尾來上去 這也是核心直股 核心直股的一個現象 我們這樣一步一腳印的 去操作 186.5買進 9月7號 上個禮拜三買進 186.5 有沒有看到 人家在害怕的時候我來買 人家在害怕的時候我來買 我就是這樣做 179.5我確定它轉強 買進 你盤整這麼久你買再疊下來 你不可能買在這邊 這邊還款單搞不好又下去 可是在這邊確定了就OK了 9802 我一檔一檔講給你聽 這就是我們真實的操作 我們一步一腳印的操作 另外一檔我們普通會員所買的 鹽金也是一樣 鹽金我們在9月7號買的 39.25 64.43 今天還好 39.25賺2塊錢 我們在這邊買的 我認為它會上去 那這個再盤整一下會突破 這個會突破 43塊一毛會突破 我們這樣集體的賤買點 39.25買進 有沒有看到 這個我都拿給你看了 這個買股票就是 我都是公開的 該買就買 該賣就賣 另外一檔我們長線操作的馬光 上去我說拉回還會再創新高 4139這長線操作 我說這個要做個兩三年 已經看到55塊了 有沒有看到 你假如懂得下來買 那時候才48塊 你敢買就上去了 又賺7塊錢 股票沒有不漲 它在9月14號舉辦法術會 法術會我想在台北的內湖那邊 就是美利王那邊附近 舉辦法術會 那麼法術會我想應該是 談到所謂的它的利多 在中國大陸大概可以這個 要準備開這個醫保 拿到醫保的證盡 醫保的證明 大概擴張到100家全世界 那麼也就是向大利光 不是大利光 大學光看齊 向大學光看齊 民安 另外民安就是高爾瑞球場 高爾瑞球的8938 這也是長線左 左多的股票 左多以後休息 休息要走更長遠的路 對不對 股票它漲這麼多了 休息一下再上去 拉回找買點 你要懂得拉回找買點的一個 不急的方法 今天我也買了一檔股票 叫做華新 1605 這個為什麼我買這一檔股票 這裡走一波結束平台 因為最近這個內大漲 內在第三季的時候 我們現在也是第三季快要結束了 九月就結束了 第三季的時候是大跌 在上個禮拜開始大漲 包括2027這個將來都會有表現 這個將來也都會有表現 這個鏈的部分就是不鏽鋼這一部分 另外當然華新1605 還有其他的利多 不是只有這樣子 它包括能源 包括煤礦的投資 可以說多角化的投資 我記得前幾年華邦電 就是它的關係企業華新科 那時候三四十塊 漲到三百多塊 股票有時候你要注意它的爆發力 當然華新是做電纜 比較沒有那麼爆發力 另外這一檔也是一個 今天突破新高叫做6285 6285 起機今天也是突破新高的一檔股票 這都是我們拉回要早買點的股票 你看投信 法人 沿路的大買 突破就是VIP就是買進 這個就是突破 你懂得突破的買進 這個表示它左長線的多頭 拉回就是買進 這個也算是 這個元宇宙裡面的 很重要的這個一環 我跟別的老師的最大不一樣 我股票不會很多 你看我每天在講這些股票 你假如真正要賺錢的話 當然我們 你參加我們會 我會送你這個 所謂的AI金頭腦 你看我們AI金頭腦 大概七月八月 大家不好做 你看 你看這些股票都曾經飆漲的現象 有的現在還在飆 包括前有2305 還在飆 今天拉回了 我在17塊跟大家介紹的 3494 在11塊跟大家介紹的 它有時候走逆市 你看這些股票是不是曾經飆漲過 那麼最近的8月份以後 這些股票也呈現一個飆漲的現象 你看我明安就是從這邊找出來的 高利同志這邊宏觀這邊都是要法 勒令這個合一中天 因為最近疫情又開始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所謂的合一跟中天又來了 但是最高都要小心 所謂公益善期是必先利益器 地表上最強的獲利成器 AI金頭腦 快很準 參加會半首禮送給你 你們去看什麼鳥神系統 三線寬多 三線寬多 都太慢 那24世紀的東西 我這個是21世紀的大數據 最先進的 我這個可以放在手機裡面做APP 他們那個都不行 為什麼 它不能容納在手機 包括Apple系統 Angel系統都不行 為什麼 我這個是AI最新 最新進的科技 所研發出來 我花100多萬 其目的怎麼樣 好東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你加入會我這個送給你 你自己也可以找股票 不用看電視 我股票裡面都有 每天的強制股在這邊都顯現出來 你看強就是強 每天都表現出來 何情況 對不對 你看強就是強 今天這個強就是強 再來我們來看企記 今天也出來了 企記是在7月14號原路的買進來的 26.64% 細負也一樣的 這個股票也曾經跌很慘的股票 這個也就是我們注意的股票了 那麼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是一個最大的股票 賺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名文俠爾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2394-6168-2394-6168 摩爾堅持用心選股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摩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名文俠爾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2394-6168-2394-6168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股票的這個變化很大 所以大家在操作的時候 還是要採取謹慎積積極的態度 去面對可能的挑戰 公益善機是必先第七期 我們AI鏡頭腦 可以說是市場上最強的軟體 我敢這樣講 我花100多萬開花的 快很準獲利神器 快很準 你看在7月份到8月份 幾乎掌握了所有的 所謂的主流之所在 包括美食1795 1795的邁進 你看 它都幾乎掌握到 這個是7月到8月份的時候 你看它掌握到了 現在已經9月份了 然後你看包括825 也掌握到了 7月份的時候都掌握到 這一波整個都上來 包括了1760 對不對 這個整個都掌握到 那每個時代有時代的代表作 8月份就不一樣了 又換這些股票 3552 看就是強 8月份的時候 從8月份開始 沿路的大漲 8996 看就是強 就是這麼強 對不對 明安8938 一樣的就是強 8月份開始了 然後這個宏觀6568 你看 8月份開始 但是現在走回頭路了 這個耀華2367 一樣的就是強 8月份開始 沿路的大漲 8月份就是這樣子 找出這些股票 樂業3373 你看8月份就是這樣子 標上來 包括6712 長勝 也是一樣這樣標上來 包括艾地亞8933 看吧 就是這樣子 艾地亞 就是標給你看 8月份你看 8月份 有沒有看到 8月份 合一4743 這個也一樣 標給你看 這樣標 在8月30 8月就這邊就開始了 8月15號就開始 8月15號 你看8月15號在哪裡 在這邊 他就告訴你 這個是要漲了 你看 這多麼厲害 這才叫做真正的好的軟體 你們看了那麼多東西 看了那麼多軟體 你們找得到嗎 像我這個 來 我告訴你 長線吊大儀 麻煩打撥罩這邊 多空雙向操作 你看這個一起 我也是從這邊找出來的 這樣一找出來 你看這樣一撥上來 你看就賺這麼多 來我們再把它 你這裡每天 智能顯標股 你每天要把它 種最新的 這9月8號的 你要把它打開 打到9月12號 9月12號打開 你看它就會顯現出 更強的股票出來 包括核情供 包括企基 今天企基也上來了 你看企基什麼時候叫買進 在7月14號就叫買進 現在已經賺26.92% 你看企基這裡有一個星號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星號代表是什麼 股票 期貨 你有時候做股票期貨 我這個有 這個軟體裡面有 這個星號的代表是股票期貨 那你做股票期貨賺更多 可以做當充 可以做隔日充 你看我這個軟體就是這麼好 好到讓你拍案叫結就是會賺錢 別的不會就是它 它真的會讓你賺錢 那你要會自動懂得去使用它 你愛護它 那你就會賺很多錢 錢越多的人賺越多 我可以敢這樣講 參加會 AI金頭腦送給你當伴手禮 這是我對大家的一點回歸 黃世民就是拿錢出來 把去年有些賺的 我繳手的所以繳得不少 我不能來開花 來跟投資朋友來分享 把這個好的東西 要跟投資朋友分享 你在股票市場 股票有兩三千檔 你怎麼會贏呢 你一定要找 用科學的方法 去把股票找出來 快 很準 你就會賺大錢 我們祝大家 明天操作順利賺大錢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謝謝各位 再見 拜拜 想要賺錢的 不要錯過 參加會員 送你AI金頭腦 謝謝各位 再見 拜拜 包括企業也好 股票也罷 雙劍出銷 世界無敵 謝謝各位 本集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未來感受到 新的公司 公司 公司 本集團 大證 公司 公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